那我请教一下美玲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有中年发达的机遇 其实人的命是这样子 跟我们戴眼镜一样 我们人一辈子 一定要戴一次眼镜 近视眼的人 是年轻的时候戴眼镜 对 我们没近视眼的人 是老的时候要戴眼镜 戴老花镜 对 所以我们的命也是一样 一定一辈子一定都会发达 只是有一些人呢 他头脑灵魂 就是发达在年轻 有一些人做圣仪 他比较没守成规的人 他就会发达在中年 我们来看这种发达在中年的 这个就是我们看它的总格 总格有四十画 四十六画 五十画 五十一画 五十二画 我看两位呢 你们的命盘都是 从年轻就开始发达的 这个都是从年轻的 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 中年发达 就是我们三十五岁以后 就是后天命 三十五岁以前 就是先天命 两位都是属于比较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发达 那我们观众朋友呢 如果是对到这个的人呢 他在做事情本身比较重承诺 那比较没守成规 比较规规矩矩 不敢很多事情不敢去冒险 不敢去承担风险 所以他在做事情稳稳当当 稳稳当 但一个人比较稳当的时候 在年轻你不会发觉他有什么 比如说你在玩股票的时候 他也不敢玩 他就把钱慢慢地守住 存住 他可能玩存骨 那可能你在做生意的时候 他也不敢玩 他就开始一直在 他工作职场上去学习 很多人呢 只要工作一不顺利 或者是人事有问题 他就马上跳槽 马上换工作 那这些人不会 他都比较会坚持 那坚持到最后的时候 其实人家说去比较怕故意的 对 有一些人碰到人事的障碍 或者是各方面障碍 他就一直跳槽 一直换工作 一直换产业 但这些人是因为他的坚持 他做事情任何的事情 都是坚持到底 所以他到中年的时候 只要你有坚持 一样你的专业的时候 到中年几乎都会被看见 而且都会是很有名的一个产业 像你有这些笔画 比如说你现在还很年轻 对不对 或者是你已经接近中年了 那你呢可以把你的 自己的产业发扬光大 如果你还是年轻的话 这就代表说你中年要发达 那你就要靠你的专业 所以你现在可以选择一个 就是你的专业 你走到最后呢 你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成果出来 艺淑宽 宽姐说 之前淡出演艺圈 然后立刻就转站 游览车通路 然后现在还直播 就是他的成绩 其实是一直都有的 然后现在呢 游览车啊 直播啊 成果也都非常的好 对不对 宿管姐 对 你们相不相信我三年没工作 怎么可能 对 疫情这三年我真的都在吃喝玩乐 都没有在工作 都没有在做事 真好 而且在家也是吃得很好 因为那些厂商都寄了一些天冰虾冰蟹酱来我们家 就是一些卖海鲜的 他们就怕说这个疫情不能外面买 然后就直接就寄了很多的海鲜来我们家就冰到爆这样子 冰箱都满 寄给你吃 就是希望你直播带货 对 在这个疫情中间呢 我也会介绍一些 比如说司机小姐她们没有出去 没有车跑 她们在家怎么办 没有钱 然后我就说那你干脆我东西给你卖 你自己开自己的直播 然后你的客人 你的朋友看到你 然后他们也会给你卖 就是这样 那也让他们有钱赚 所以现在最近又开始复苏了 对不对 你们开始又重新又开始跑了 对 我也会碰到很多回头课 熟课 很多熟课 然后他们熟课他们很好玩 司机小姐说 宽姐 现在由我们车开始了 你是不是要再买来带我们车 我们来车 我说没有 我现在没有用汤子去你车车去买东西 没有 我跟你说 拜托 我们连车三台车 那个人就说 你如果没有买来买东西 你如果没有买来车车买东西 村子都不要给我叫买来买了 就他们不接受别人上车卖 所以那个我就很为难 然后他说那个客人就是要看你 说很久没看到你了 而且一定买买你的东西 你如果没有来 他也不让我们买 不让别人上来卖就对了 那你说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 一定要出马了 硬着头皮就是一定要出马 然后我一个人 那天我一个人很久没坐 那天我一个人跳三台车 一早 在他们到达目的地 只有苗栗 你看从北部到苗栗 三台车要跳完 而且他们很好玩 还配合我的时间跳车 就司机大哥会互相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你在那边等我 一熟宽马上到 一熟宽马上到 你稍等一下 你让阿公阿嬷放入 好 熟宽马上 就要不来啊 对 然后那个阿公阿嬷说 真的阿公的东西 好 你知道都帮我做宣传喔 真的 你真的喝了很厉害 你喝了很厉害 喝了很厉害 所以说 阿公的第三条阿公 即使而导游战 快点 快点 速度要来 阿公一直 快点 快点 你在中心 一直快点 对 我在唱歌上面唱歌的时候 他们也会站在椅子 肩膀也会动这样子 那有的更夸张的 八九十岁了 还会站起来跳舞 对 还会这样子 手都会动 还会站起来 我很怕它会跌出来 因为边边开车 边边 车子摇晃其实是那个 然后我就要边唱 然后边跳 跳到后面去 因为我怕它会往前面跳 你要赶快扶好它 对 然后不管是老少 你都要小小的 然后要有服务的心情 然后把老的当 老的阿公当自己的阿公 老的阿嬷当自己的阿嬷 然后叫着阿嬷 就这样子 阿嬷一定会跟你捧场 是 对 哪怕只是一百块 它也会抽出来 所以你车钱 回去他们孙子才知道 他就这样子 一百块它也会拿出来 可是也不够那一包的钱 一包拆开给它一个 对 不是 这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阿嬷它的皮包拿出来 里面只有三百块 他也跟你买就对了 噢 碰到 对 它一定会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退伍的 或是大学生 或是打工的 一些暑假寒假的 会找他的女朋友来 男生会开车 女生就可以上车去买 那我们就要培训这些年轻人 哇 很好 新的行业 对 有车 跑车 没车的话就在家里自己直播 对 带货直播 像淑宽姐这样也算是中年发达 你看什么身材 我又不是说中年发福 你干嘛看身材啊 什么 年轻人 你在迷我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邞老师帮你吃点迷惊 从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心向 趋吉避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